你对A片成瘾吗? 靠着8点可以秒测 想要借除方法曝光了 9成的受访者在未成年时就已经看过A片了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有不少的人甚至看到无法自拔 观看A片的人当中 约有9%的人无法停止持续观看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 色情内容就是唾手可得了 这个比例想必只会更加的高了 提供以下8点 供您自我检测是否A片成瘾 以及7个借除成瘾的一种小方法 看A片真的会成瘾吗? 在美国精神医学的一种精神疾病诊断的一种手册里面 A片成瘾并未被定义为特定的一种症状或者是疾病 不过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过度观看A片可能有成瘾的一种隐患 对A片成瘾的一种机制跟对毒品上瘾是一样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过度观看色情片 比较像是强迫的一种行为 而非真正的上瘾 强迫行为是一种重复性的一种行为 也没有理性的一种动机 通常是为了降低自己的一种焦虑去做的 成瘾则会出现了无法停止该行为的一种现象 就像知道有不好的一种后果 仍会去做 定义它是有所不同的 但皆是无法控制自己的一种表现 八点检视是否A片成瘾 光是观看色情片并不代表着上瘾 也不需要特别的改变行为 不过如果无法克制 特别的想看那种冲动的时候 可能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想要了解自己是不是成瘾的一种迹象的话 可以透过观察自己看A片习惯的一个检查 第一点就是 看完A片 第一点就是看完A片后觉得很有罪恶感 第二点就是 没看A片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一个性爱 第三点就是 发现自己观看A片的时间持续的增加 第四点就是 已经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 却无法克制的持续观看 第五点就是 不停的在搜索A片 忘记自己该做的事情 甚至忘了睡觉 第六点就是 强迫自己的一种伴侣一起看 或者是演出A片里面的那种情节 第七点就是 觉得自己需要靠A片来调试心情 并会因此感到兴奋的 第八点就是没看A片的时候 脑海中应持续的出现A片中的一种情节 或者是画面 那么七个改善A片成年的一种方法有哪些 如果观看A片的行为 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生活 请务必寻找专业的一种协助 不论是心理的自行 行为的治疗 或者是服用药物 都能够帮助控制这一种行为的 如果不严重的话 则可以靠自己来改善 甚至借除成因的一种情况 第一点就是 把所有的食物的一种色情光碟都丢掉 第二点就是 请一个愿意盯着自己 不会放水的朋友帮忙 第三点就是 删除电脑和手机里面 所有的一种色情影片和相关的一种书竿 第四点就是 请别人安装软件来禁止色情的内容 并请对方不要告诉自己的一个密码 第五点就是 先计划好一个活动 一旦有想要看A片的时候 就要去做那些已经计划好的一种活动了 第六点就是 找出那些会引起自己想要看A片的事情 并且免去接触它 第七就是想看的时候提醒自己 持续的观看对生活的危害有多么的大 并且把它记录下来就行了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叫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